他感应你了 站到下面他就认为有车了 他才启动 大家好 我是袁胖 这是洗车机的发明人 大家看到有这么多洗车机 你们做了总算多少带洗车机了 到目前有8代 现在就是全部都是自动的了 对 扫码自动 它这种是无接触的 对 无接触 以前大家都知道那种有接触的 它滚的 那这个机器有哪些优点 它体积比较小 像普通的传统洗车店 刷刷机太长它装不进去 这种就普通的洗车店 刚好一个洗车工位的位置都能装上 第二个它的优点就是 你看这个天车在上面 这个空间比较空旷 车皮在这里 除了洗车之外 如果要做其他施工 像进行惊喜 贴膜 不影响这个空间 故障率低 故障率 所以说这种机器 它不接触车身 导致了它的故障率非常非常少 第三代叫锁轨结构 把轮子锁到这个轨道里面 这个机器造的再重 功能再多 它都不可能掉下来 安全性更高 它是通过皮带进行前后拉动的 它上面带了风干这些功能 就等于你洗完了之后 还能再 可以给它吹干 对对对 这台洗车机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清洗洁净度跟风干效果 都比其他洗车机效果更好 第一点它就是压力在95公斤更高 第二点我们所用的这种喷头 可以在长时间喷出来的扇形的角度 形成一条直线 受力更均匀的情况下 它清洗效果就更好 第三点粘走洗车机 它可以跟着车身的平行运动 让车身的表面受力更均匀的时候 清洗效果就会得到提升 第四点它这个喷头除了喷水之外 还有喷免擦式洗车液 通过软化车身这种污渍 再通过特制的这种喷头 对车身表面进行了更有效的清洁 第五点也是目前跟同行 有一定的区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加入了一些新技术 让这个喷出来的水 其实它是断续的 有点频率共振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它在清洗车身的时候 就是好像这个水 会产生一种摩擦力的一种感觉 让起车的时候 瞬间得到了大概 50%的清洗效果的提升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洗车机 是三轴洗车机 但是国内95%到98的洗车机 都叫两轴 两轴跟三轴都是360度选择的洗车机 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它无法区分 什么是两轴 什么是三轴 它只知道这种洗车都是 都是360度洗车 都是无接触洗车 其他公司都没有三轴 它无法判断 你这个是三轴还是两轴 它觉得都是一样的 两轴洗车机 是把喷改固定在中间 它的转弯的时候 是从左到右 是180度一个转弯 三轴洗车机 它先90度转弯 之后可以左右运动 水的力道可以平行整个车身 它的这样的清洗洁净度 会提升更高 我们也走访了国内 比较老的知名企业 做洗无接触 他们也跟我们讲 无接触其实就是提升效率 降低人工 最少能够减少一个电力 一个员工的人员 而且效率可以提升很多 目前在国内很多公司 买我们这款机器 做24小时全自动无人 也是目前在国内安装 最多做24小时无人的 全自动洗车机 洗下来大概要多长时间 大概5分钟左右 5分钟就一辆车就洗完了 你每天来这里洗吗 对啊 每天都在这里洗的 我的车从来不洗的 来洗车就是满分 你看我的车都这么脏 能够把我洗干净 我肯定是真还满意的 这个车用了6年了 高风的时候126辆 一般我们平均每天都用670辆 无情的抱一杯落尽的踏 我云在楼顶 为不停的下 无解的